三国死得非常可惜的名将 张飞被暗杀 魏廉被灭毒 第一难以启齿 汉末三国时代 是一个真正的乱世 战火蔓延了中原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在当时 诸侯想要争霸 需要文臣谋士为自己运筹帷幄 也需要猛将勇士为自己征战沙场 虽然谋士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但是他们相对比较安全 而武将则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 例如延阳身为河北四情著之一 被关于一刀斩于马下 蜀汉后期著名的老将张仪带并出征 死于魏将徐志之首 不过他们能够堂堂正正的战死 还算比较幸运 因为在那个时代 还有数十名大将 死因非常悲催 只能抓到后人一声叹息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 三国时期 那些死因悲催的大将 一孙策孙策是孙坚之子 有小霸王之称 能够与明将太史词战个不相上下 而且他不但精通武艺 还有大志向 他十七岁的时候 父亲孙坚就战死了 这个时候 他没有因悲痛而迷茫 而是投靠袁术 积累战功 之后又借出征之名 从袁术手中咬得兵马 打下了江东地盘 成为了割据势力之一 不过猎土为王依旧不是他的最终目标 他在江东站稳脚跟之后 想要攻打天子所在的许都 令曹操都非常忌惮 然而如此英雄人物 却在狩猎之时为刺客所伤 当夜看到自己丑陋的脸 对左右说 脸成了这个样子 怎么还能建功立业 奋起护威 推挤怒吼 窗口崩裂 当夜死去 实在可惜 二 张飞张飞自已得 生于卓俊 在平定黄金叛乱之时 便开始追随刘备 终其一生都终于蜀汉阵营 虽然因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的影响 他给世人留下了盲汉的印象 但事实上他是一个有勇有魔的大将之台 连擅长利用地形制定作战计划的曹卫名将张可 都为他利用地形摆了一刀 可见其能 不过他是个知爽的性子 一向敬君子而不续小人 且抱而无恩 所以部下多有怨言 正是因为这一点 在关羽被东国擒杀 刘备要发动怡灵之战的时候 他的两名部下趁他熟睡之际 割下了他的头颅 头奔了东吴 也就是说 张飞与孙策一样 身为响当当的英雄好汉 却死于无耻 萧小之手 三 典威典威是陈柳人士 他行貌魁梧 屡利过人且性格震霞 因曾被民除害 被豪杰人士所赏识 后来张淼起一兵 争他为事 他先属赵处 后属下侯敦 因战功被败为司马 后来曹涛与吕布战于濮阳 双方相识不下 他立下大功 将曹涛败为独卫 开始统领曹涛的亲兵 负责曹涛的个人安全 从一名将领转变成了亲卫队长 三年之后 曹涛与婉成收服张秀 却因风流成性 强占了张秀的审慎 导致张秀突然发动宴席 此战就是著名的晚常之战 在这一战中 曹涛九 死一生 幸得点为力宝 结果曹涛逃出生天了 点为却因伤势太重而死 因为上级领导作死而亡 点为之死 着实可以为之悲催 四 于信是曹内吴子梁将之一 身得曹涛以重 据说曹涛每次出征 他必为先锋 每次撤退 他必为后卫 能够担任先锋 且能断后凭借的不仅是勇武 还需要有谋略 他能够为曹涛如此信任 可见其能 后来他曾铸曹涛 曹涛秀 征吕部 灭隧部 立下赫赫战功 统领的军队又纪律严明 官制左将军 贾杰月 分一五百库 封一子列侯 后来他在相反之战中 被关羽生擒 选择了归降 关羽败后又将冬吾 受尽了屈辱 终于辗转回到魏国之后 还被曹涕不喜 这些经历使他的心灵饱受摧残 有一次祭祀讨操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降敌之势 被划了下来 可能会流传于后世 更觉羞愧难当 终于病逝 五 东西东西子元旦 曾跟随小霸王孙策 讨伐山音宿贼 并斩杀了多名贼手 之后又参与过讨伐刘勋 黄祖等人的战争 孙策死后 他跟随孙权继续讨伐黄祖 并立下大功 斩杀黄祖 堪称一代名将 除此之外 他还胜得孙氏一族以重 孙策去世之初 齐母乌夫人亲自叮嘱孙权说 外事不觉问周瑜 内事不觉问张昭 董西 也就是说董西是能够与张昭和周瑜等人齐名的存在 只不过他较为不幸 公元二 十三年 曹操南征置如虚口 东西率军前往破底 结果有一天晚上 暴风狂习 他所略的五楼船即将倾覆 将士们劝他离开 他却坚决不肯放弃自己的责任 斥责道 受将军任 再此被贼 何等委屈也 后来五楼船倾覆后 他被禁死在水中 虽然齐克尽职守的态度令人敬佩 不过如此悲催的结局 也让人忍不住叹息 六 司马师 司马师是司马懿之子 他在司马懿与司马昭之间 起到了连结作用 是西晋建国之前的准备环节中 不可或缺的一员 在司马市当权的时候 曾经爆发过著名的淮南三叛 平定第二次的判断的人正是他 当时叛军首领之翼文青的儿子文渊率兵来袭 他受到了严重的惊吓 于是原本就患有刘吉的眼睛被震出眼眶 此等疼痛并非一般人所能忍受的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夏侯敦一样 失去一只眼睛才能继续作战 所以一代权臣司马师 生生痛死在了归途中 其张和张和本是袁绍的属下 因被他人诬告 害怕袁绍则罚他 于是投奔了曹操 并成为了曹魏阵营的我了梁将之一 张和以用兵巧遍 擅裂阵营 常于利用帝京著称 曾驻曹操公无环 破马超 将张鲁 后来蜀军北伐 他也数次抵御有功 不过在诸葛亮第四次北伐的时候 他追击之时遭遇埋伏 又膝盖重剑后当场 阵亡 若解释如此 他也算是为国捐躯 不能算悲催 可是据魏略记载 此次追击是司马懿下达的命令 而且不容违抗 结合司马懿的野心 我们不得不怀疑 他的死亡是司马懿在消除一击 八 魏延魏延是蜀汉后期的鼎梁柱 他刚刚追随刘备 就担任衙门将一旨 后来刘备拿下汉中 他在众人都以为张飞会成为首将的时候 被刘备为以重任 并立下了若曹操举天下而来 请为大王续之 偏将十万之重制 请为大王吞之的豪言 在束手汉中十余年俭 从未有失 后来蜀汉人才凋敝 诸葛亮需要以战他的勇武 让他参与了北大战争 不过他擅出其猛 一心想与曹擂决战 诸葛亮害怕一朝不慎 导致蜀汉灭亡 于是对他处处撤走 在临终之前 商议退兵之事时 也没有通知他 诸葛亮去世之后 他不想就此撤退 于是与丞相长使杨仪争权 失败之后被马带斩杀 且背负了叛乱的罪名 其三族也被遗灭 九 诸葛克诸葛克 是诸葛锦之子 诸葛亮之职 他少有大才 曾凭借三百人马 平定山岳 收服了四万骁勇的士兵 孙权称赞他为安田生育 真不许也 陆迅去世之后 他升任为大将军 之后成为孙权所选托古大臣之首 孙亮继位之后 他辅佐新帝可新政治 获得了很高的声望 后来与卫军交战 他取得了东兴大姐 开始膨胀 与兵伐位之后大败 班时回朝之后 为了不受责罚 又开始专权 在东吴的另一权臣孙郡的建议之下 孙亮设样邀请他 并趁机将其诛杀 他的后人也未能幸免于难 因了朱德锦当年这不大兴武家 将大赤无毒的预言 时 夏侯渊 夏侯渊自妙才 擅长千里奔袭 他一生为曹操东征西战 不但剿灭过割据三十年的宋建势力 还打通了河西走廊 使西域与中原恢复了联系 其功劳不可谓不当 然而身为一代名将 他却不善谋略 曾有白帝将军之称 正是这一弱点导致了他的死亡 曹操拿下汉中之后 派他镇守此地 刘备大军来攻之时 先是猛攻另一路 迫得他分出兵马救援 又毁坏了他的防御工程 让他分身乏术 正在他带领着士兵修理路角之时 书将皇中率军突袭 并将其斩杀 估计他死的时候还有点吗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来 来吧